人类因梦想而伟大 命运就是由我们自己去掌控的 只要你要,你一定会有方法 你一定会去创造 我相信别人可以做得到 我也一定可以做得到 我是梅丽,我是2015年年为加入一家国际 加入一家国际之前呢,我是一名滑小的老师 在学校任职了11年 当老师的时候就比较安逸了 然后也比较自律 但是呢,就是日复一日是一样的 每一天的生活都是一样的 直到我的二哥去世呢,我就突然间有危机感 因为那时候我想到 如果我的先生不在 我是撑不起这头家的 过后呢,我就是辞职 自己在经营学习中心 就是2015年的时候 其实是我的邻居 他从新加坡回来 然后介绍我这一款产品 买一只用的时候觉得很神奇 然后有几个家长就说他们也要 然后我们就一起买 一个月呢,就赚了五千美金 两个月呢,就赚了两万美金 那时候就下到了 怎么有一个这样的事业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经营法 然后我觉得也可以接受另外一种挑战 加入一家国际 刚开始是很顺利的 就是一个月就上水晶嘛 两个月就上珍珠 来到中间的时候呢,我遇到了我的人生的瓶颈 因为这是人的一个生意 但是我没有去带好他们也不会讲课 想要做培训也不知道从如何做起 然后就捋不到人了 那时候呢,就好几个月 我是坐在公司那一边 真的不知道要怎么样再重新开始 公司的管理层啊 一些领袖啊,就来跟我聊天 然后他们就给我方向啊 给我面谈 那么我就很主动自己做统筹 然后我就邀请那些领袖来讲课 从中呢,就是不停的去学习了 成功真的是属于有准备的人 2017年马来西亚新政策推出的时候 我真的就做到听话着做 要达标的我就去达标 团队就是这样子 备整出来那些人数 还有那个业绩 所以我非常感恩国主席 为我们打造了一个圆梦的平台 更要感恩的就是我的团队 因为没有他们就没有今天的我 所以我今天所有的荣耀 是属于我的团队的 所以我要感恩我的家人 就是我的妈妈 我的老公还有我的女儿 他们全力的支持我 让我没有后顾自由的 去经营我的一家事业 所以接下来呢 其实我们有更多的使命要去完成 当我完成我的梦想的同时 现在我是要带领更多伙伴呢 去完成他们的梦想 我要成为一家国际的表杆 在一家国际 我活出我喜欢的样子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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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